守护婚姻共普家的幸福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这个星期特别在星空海岚饭店 举办为期两天的婚姻成长讲座 邀请专家学者分享婚姻旅程中的点点滴滴 甚至以爱情银行为例 将亲密关系的伴侣比喻成存款和提款 期盼透过讲座更新夫妻相处的刻板模式 学习家庭分工 加强对性别差异的接纳和尊重 来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 花莲县民众离婚率居高不下 但环境的外在因素及婚后相处问题 也是导致离婚的主因之一 有鉴于此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5月2日3日 在星空海岚饭店 办理两梯次四场次的系列讲座 邀请蔡之间牧师 李雪玲教授 张牧全牧师等人 分享婚姻旅程中的点点滴滴 并提供建议 有鉴于就是家庭伦理 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性 那夫妻呢 在现在的一个家庭中 父母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影响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和乐跟和谐 那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呢 特别在5月份办理了两个梯次的婚姻成长活动 那今天呢5月2号3号呢 是第一梯次 我们总共有30几位的志工 还有夫妻呢 一起来参加 希望透过讲师的一个协助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活动 跟内容呢 能够促进彼此的一个关系 二日课程由美轮进行会主任牧师蔡之间主讲 引领现场进食对夫妻 从介绍自己开始 分享回顾结婚至今的历程 并且以爱情银行为例 将机密关系中伴侣的相互作用 比喻成存款与提款 今天会透过一天的婚姻成长课程 跟学员他们分享 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婚姻跟家庭 带领他们回到他们爱的初衷 然后透过爱情银行的观念 让他们学习在他们婚姻跟家庭的存款上户的里面存款 让他们的婚姻跟家庭有一个丰厚的存款 让他们的婚姻跟家庭可以更幸福 教育中心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人生遇到任何任何的困难或是恩典 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家庭教育中心 可以跟大家分享或学习 或者去做很多的特程的严重 就是棒的 所以在这里终于也要请我们所有大陆大街 如果觉得有什么特程 觉得我们现在面临到什么 相信也是很多人同时的问题 华林县家庭教育中心也借此同步办理志工专业训练 为日后家庭教育辅导业务更加精进 第二梯次婚姻成长课程将于5月23日、24日开课 欢迎民众踊约报名 洽询专线038-569-692 记者长邦彦华林县报导 再次看待一张课程